TVV神魅领先20年 那时候红花绿叶千人千面 配角都印象深刻 很简单的妆容 用点小心机 就能保留辨识度的同时 带出精英强人的高质感 普通绿双想要快速摆脱吐气 显得聪明优雅 通勤聚场面试装的便美洁净 好TVV一个就够 你终于倾城的两眼 夹发与充满摧残 hello大家好 我是大剑 最近看到新闻女王 你上了去都没人服 我是退了下来 但是看下我现在这个位置 怎么也没人看得到 就知道有分别了 让我教你一次 什么叫结果 简直是职场写十篇 特别是TVV神魅 非常受香港本身 竞争压力大多受影响 怀疑TVV喜欢的女主形象 大多都是直跟在现实生活里面 有压力但又生命力很强 独立野心勃勃的试验脑 妆容上会可以保留中平常 高颧骨和方脸这些 精英脸的特点 底妆主打一个清透自然味 素颜那种健康皮肤的样子 先用一个绿色妆前 调整一下 因为我素颜有之前 难免留下的大片红痘印 还有熬大叶带红的黑眼圈 做了这一步 就可以让之后的粉底 很薄就可以均匀肤色 然后先上一层保湿的定妆喷雾 再上粉底 妆面会更贴 黑眼圈用这种斜切的刷子 在最深的地方画一个V往上运 一下子就没了 高弯高 提亮眉心三角和鼻梁的T区立体度 也会让中上停的舒展大气 还有全部凹陷下方的阴影 让面型更流畅 再跨一个方向吧 用TVB最喜欢的女演员 偶其健少们 Sexy们 中加英格们 她们会更喜欢这种周震大气 带点阴气概念的补像 就用一个血气感的橘色 腮红高打底 红颜味全部这里往下 拉到差不多嘴角的地方 再往鼻翼走 我发现腮红超过鼻翼 就会闲脑 它是一个悖论 TVB很多女性化妆 包括有气场的超模 她们的腮红都会超过鼻翼 对于从眼睛往下 留白就很多的脸来说 就是会比鼻翼上的 把五官调动得更集装 变成一个整体更上镜 鼻底额头也可以来一点点 再定妆 就会有那种很爱晒太阳 健康透出来的气血感 第二个呢就是TVB 它不会太强调 一定要轻火星辰 绝世美女的精致感 每个女性都会有一点点 很小的小缺点 小特点 像蛇丝慢鼻头大 也不会影响最张脸的知性 凉气感 妆容上面 它基本不怎么修饰鼻子 只会用一点点阴影 眉头到鼻子一半 画一个大C 不是山根骨 再画一个画号 减少鼻头的肉感 晕染一下 顺便带到眼窝 然后衍生到眉毛的地方 重点 毛有感的眉眼 把视觉往上移 加上用色色彩前 Less is more 给人一种重庸自信的 高质女主脸 眉毛是一个短条眉 先用眉粉打底 低头找到眉腰 怕平直一点 起码有半只眼睛的粗度 眉毛稍微的往前移 眉尾比眼尾长一点点而已 收得很利落 这样子眉毛就会很有毛勇感的 温柔又兼具这个形状的阴气 最后用眉蜡 就会有根根分明的感觉 好小心机来咯 遮瑕鱼粉 去掉眉头 下三角 让妆挺和眉眼 兼具更舒展 看起来更温柔 最后提亮眉峰这个调度 更干净利落 眼妆用这种比较显贵 显气质的断光色 判为双眼皮大小就可以 面积不用太大 然后延伸一点 再包进来外眼角 干净的刷子 过渡一下边界 最后这个浅色 提亮眼头和卧蝉 保持眼睛干净 主要是浓密的太阳花睫毛 夹睫毛 镜子搬在下面 抵着根部的时候 往上推一点 然后慢慢地抬手往上 我重复几次 眼头眼尾往外去 这样它就会每一根 都在根部那里 直接往上敲 就先用一支钢管睫毛膏 让每一根睫毛都变长 下睫毛也要刷上 再用这种大纤维的 让睫毛变浓密 这个方法画出来的睫毛 直到我卸妆 还是一样的 一杯充电很翘 直接省下脚睫毛 盖一个自然的抹身头 就用深色眼液 加深下睫毛根部 稍微眼厚一点 棕色胶比 化眼眉眼线 眼尾只是拉长一点点而已 开个小尖眼头 用眼影晕眼一下 做了就让整个妆面增加光泽度 被闪片的腮红 斜着叠加到苹果肌的地方 让紧致提拉的这个线条 更明显一点 口红用这种叶脉色 像唇蜜一样的 把嘴唇变得更丰盈 收在唇部两边 增加棱架 将散分模糊边界 顺便定妆 看起来就会显得更聪明 嘴光高光 比较山根鼻头和颧骨 这种咬光高光和这种 三角形的刷子 刚好卡着鼻背这个阴影 整理一下眼下三角鼻翼 最后把脸侧不流畅的地方 稍微的修一下就可以了 简简单单 就可以大换头的那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